好香喔 来来来 在这里每一道食物背后的故事 都有人辽若指掌 感谢用心耕耘的人 以及懂得品尝的你 农民食堂开饭了 一起吃饭吧 鸡鸡鸡鸡吃饭了 欢迎收听农民食堂开饭了 我是大米 武汉肺炎冲击全球 很多国家为了确保自己国民 使用的粮食足够供应 都开始实施出口限制 根据农委会调查 目前包括越南、印度、柬埔寨 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 都禁止稻米出口了 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 哈萨克则是针对小麦等 采取出口配额 葵花油生产大国塞尔维亚 也禁止出口了 并且考虑限制更多产品出口 另外阿根廷提高大豆和大豆制品出口税 埃及则宣布禁止绿豆、豌豆及花生 出口三个月来确保当地的供应 听到这些大家先别紧张 自己的粮食自己救 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这也是台湾人该趁此时 好好面对我们粮食自给率太低的重要时机 由于台湾谷物来源 目前仍大多仰赖进口 而来源主要就是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些国家 眼前面对着阿根廷已经提高关税 来源不稳定 再加上美国现在的疫情严重 如果到时候都无法出口到台湾 那怎么办 超前部署 没错 农委会已经准备好应应措施 主委陈吉仲就表示 不排除要利用台湾国内的二企水稻田 改种硬质玉米或是小麦 也就是因为最大宗的穀物 黄小玉 黄豆、小麦和玉米几乎全是靠进口的 每年合计进口量800万公顿 除了拿来食用之外 也用在肥料和饲料 万一没得进口 不但面包店啦 面摊等等会受到影响 畜牧业也可能停摆 动物都没饲料可以吃了 所以已经盘点了二企水稻田 到时候如果改种硬质玉米和小麦 这样对于国人每天所需要2800卡路里的营养 所需要的农产品是没问题的 用时间来算的话 稻米库存加上未来的一期稻作 足够我们台湾自己吃21个月 如果再加上二期稻作 就够吃30个月 超过两年的存粮 虽然有人或许会想 两年够吗 不是应该永远都不担心吗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重的人努力的重 吃的人也要努力的吃 这样才是提升粮食自给率最直接的办法 用消费支持台湾国产粮食 不怕你多吃 想抢购也没问题 这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亲口说的 这个疫情在许多国家开始越来越严峻 所以这时候每个消费者最在乎的就是 我的名声必需品够不够 在这里要跟全国所有的消费者保证 我们未来六个月 包括米有超过90万公顿的库存 我们的蔬菜超过144万公顿的生产 我们的水果超过150万公顿 我们的猪鸡鸭额都超过30万到40万公顿 我们鸡蛋每天2200万颗 我们的水产品包括养殖 木瓜鱼 五沟鱼 四木鱼 包括远洋鱼跃超过48万公顿 你觉得台湾农产品够不够呢 欢迎你去抢购看看 用你的抢购行动一起照顾台湾农渔民 欢迎今天农民食堂开饭的年轻夫妻党 绿草有机农场创办人 施燕童和妻子凤云云 在苗栗县铜锣乡的绿草有机农场已经七年了 一开始就只有施燕童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 但是今年她也不过才33岁啊 经历了创业成家而且也当爸爸了 真不容易 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对夫妻 视觉上有点震撼 因为两人真的是最萌身高差 娇小的云云呢 是来自中国四川的姑娘 因为长期在非营利组织工作 关注农村与农业议题 因此啊对台湾很熟悉 但是真正促成两人姻缘 竟然是因为燕童在农场里养了一只 难相处的狗 燕童就先从他们俩奇妙的第一次见面 开始聊起了 我刚到苗栗的时候 那个村子都是老人家 只有我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爸当时候怕我太无聊 就所以就请我亲戚 从彰化带了两只狗上来 然后一直给我 那只狗因为我可能比较少 就是管教它 所以它的射降能力没有很好 就是一直很喜欢叫 然后它当时说要去我那边的时候 我就很担心 因为来的一群都是不认识的人 它的狗很凶关键 然后所以我就把它牵到旁边的竹林 去把它练在竹子上面 当然走要去农场的路 但还是会经过那个地方 说实在来那只狗除了我跟我爸爸之外 基本上没什么人碰得到它 当时云云来了之后呢 他很乖他就给它牵了 他吃了我给它小番茄 那个时候就跟我们很惊讶 因为那个时候他算是第一个 牵到那只狗的陌生人 所以想也许 狗狗自己在挑女主人 对 云云承认吗 事后我才发现那只狗很凶 我当时觉得那狗挺友善的啊 因为他就牵他 我看他挺可怜的 他一直想跟我们去农场 然后我就说要把他牵着一起去好了 然后我就去牵他 他给我牵耶 所以还觉得后来的时候才发现 哦 这个狗这么凶耶 没有人牵得到 那你还记得那一趟是什么情况 你去拜访了雁童的农场 那一趟也蛮神奇的 因为我就是以前的工作嘛 跟那个台湾就很多 我认识台湾很多朋友 然后我在大陆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台湾朋友说 我说我的理想是要嫁给台湾的乌龙青年 哇 这设定的非常的清楚 你看人真的应该把目标设定清楚 这个条件的选亲条件来讲 那个对象真的非常的狭隘 就是可以选的远 真的是不多啦 所以你云云下了这个目标之后 但你是常年在NGO工作嘛 然后跟农务这方面相关 在香港的NGO工作 对 但是我的项目点是在大陆 因为我经常会去到是广西的一些农村啦 然后台湾的朋友呢 他们回到台湾之后就有一个 我设大的一个老师啦 他就很热心的帮我真的在物色 这个我的目标 然后呢 有一次的时候 我就来台湾自由行 然后那刚好是一个春节 就是我利用大陆的那个春节的一个假期 然后来台湾自由行 然后他就很兴奋跟我说 他说 语云 我真的帮你找到一个台湾的单身的乌龙青年 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就带上我 还有就是他设大的同事 然后我们就一起 刚好五个人 一起到他的农场去玩 到他农场去的时候也蛮搞笑的 因为里面呢只有一个同事去过他的农场 所以我们其余几个人都没有 都没有见过他 也不知道他住在到底什么样子的地方 去的时候呢 我们一下子他们说试验彤家到了 然后先看到的是我们 就是很好的一栋乡村别墅 我们就说 哦 他住这么好啊 结果呢 说 试验彤家是旁边那个三合院 因为那个 老宅 那个屋顶跟那个旁边那个别墅 就是刚好一个斜面上去 所以看起来没有任何违和感 就决定以为是旁边那个 其实是这边这个 也没有想太多啦 他会觉得后来的时候接触 还是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然后呢 而且那个狗狗也挺好的 所以后来的时候就有 你不是首先加我的微信吗 老是要争执到底谁先主动对不对 等一下 彦彤你知道你那一趟是要被相亲的吗 他们一开始是说要带一个朋友来 那我也没有多想 但是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这个人到了乡下要去田里 他穿了一身的白衣服 那种很像公主裙 然后连袜子都是白色的 然后穿了一个厚底的蛋糕鞋 还是我不晓得那个怎么称呼啦 就是一个厚底的有根良血 然后说要去田里面 那我当时就想正来乱的吧 你们的故事越听越有趣了 那请问一下这样的第一印象要怎么继续下去呢 呃... 我也不晓得真的是相亲 然后隔天他就去台中玩了 那我就想 嗯...这女生长得也不错 长得蛮漂亮的嘛 那我就说想去找他 可是我又没什么好借口 然后我就说 嗯...我去台中有事 办完事情之后去找你 嗯哼 后来我就去了 那当时实际上我根本就没什么事啊 对 所以在乡下哪有什么事呢 那天我就很奇怪 我说这个男生说 他来台中办事情 他怎么从不到十一点 然后就跟我一直玩到晚上 大概九点过 九十点他才回去 说这个人他不是要办事情吗 他办了事情 他怎么好像没有去办他自己的事情啊 所以算是蛮一见钟情的吧 因为第二天就赶紧约会了 他是比较担心 他在乡下找不到女朋友 对不对 诶真的 我站在铜锣当时只有 认识一个年轻的朋友 只有一个 整个项目只认识一个 就想 诶好不容易又跑过来一个 赶快把他抓住 好这个太可爱的开场了 就是先从两个人 很奇妙的相亲的缘分 说奇妙 其实一切都是有痕迹的 都是很用心的 需要朋友 而且需要有人真的蹲点 蹲在绿草有机农场 好好地耕源 他才有可能遇到这个别人 让他想到了一个这么棒的女孩 要介绍给他的机会 对不对 燕童 这样 是的 因为我跟他们说的那群色大朋友 其实在之前就有认识了 很感谢我有很靠谱的朋友 这说得好 真的大媒人 谢谢他们 但我好奇 请问云云 为什么你的对象目标设定是台湾 然后务农的年轻人呢 首先就是因为我工作里面接触到的时候 就是我过去的工作 其实我对那种农村生活是觉得 是我想要追求的 那种可以耕种啊 然后可以跟植物打交道啊 然后可以就是推门 可以看到田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是比较向往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对台湾其实很喜欢 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来过一两次台湾的时候 对于台湾的 就是他的那个风土人情 而且台湾人他非常的友善嘛 就是在华人地区里是非常热情的 然后在 所以来台湾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有一种陌生感 然后另外呢 也是就是继承共通的这个华人的文化 所以在文化的脉络上 其实我们是表相通的 然后还有台湾的环境 然后我觉得台湾就是是一个美丽岛嘛 所以他的整个的环境 就是跟我想的那种生活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就设定好 要找台湾的乌龙青年 可是四川你是住比较农村吗 还是都市 我是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小孩 然后后来读书也是去北京嘛 所以整个都是在大城市里面的 但是也是因为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接触到农村 就是接触到之后 跟自己以前所待的城市相比的话 就会觉得城市虽然有很多便利 但是城市的生活 毕竟好像跟人本身的那种心灵上 是有点违背的 所以还是很向往那种 就是田园的生活 不过一旦踏入进去就发现 不是自己想象那样的 很辛苦的 这个后面我们全部都会来补充这一块 但前面唯美浪漫的开始 总是还是令人觉得 哦原来是这样 恭喜孩子两年两岁半 现在我来台湾差不多四年了 所以也还一下子就过 而且孩子也生了 这真的是令人开心的事 而且应该还会继续努力 对不对 会吧 我们会继续离在农场生活 不是说继续努力生小孩 累了是吧 不是这个 生小孩是要有勇气的 说说看尤其务农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认为是在世界上所有事情里面 只有生小孩这件事情是不能后悔的 你其他事情不管像做什么 比如说我务农哪天我不想做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田地退租机器卖一卖 那我就可以离开农村 那小孩这个你生出来的 总不可能养了几年 这我觉得不行 叫妈妈塞回肚子里面去吧 所以生小孩这件事情是要慎重的 那我们来说说看你自己的成长经历 跟你选择务农 有没有关系好了 说起来完全没有关系 我家在三重 就是完全就是都市小孩 台北长大的 对 说实在我 像务农是比较偏自然科学方面 但其实我高中我是念理科的 我是念物理化学的 我虽然念理科 但是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理科 我只喜欢地理跟英文 我其他科目都其实蛮糟的 我连国文都要补习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那个台北很有名的那个吴越国文 我就在他那边上了将近一年的课 其实讲出来也不怕丢人 因为当时那个课里面有很多高中生啊 优秀高中生也都在里面上过课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看起来是跟务农 完全是八竿子没关系的 我这样讲我爸爸是在银行上班 我妈妈在银行上班 我小顾念气管 我叔叔念气管 家里完全没有农业渊源就是 连我阿公都没有种过田的 我阿公的老家虽然在彰化鹿岗 但是他在鹿岗也不是从农的 他是以前也是做生意的 他们家族鹿岗姓施的以前就是做生意的 所以哪有什么背景 根本以前连天长什么样都没什么看过 当然说唯一要有一个比较有渊源的可能是 我从小学开始会去上那个 寒暑假有那个森林小学 那时候救国团办的活动 就是去一些比如说山峡啊 深坑那些地方 一些小学比如说去弄个四天三夜的夏令营 然后接触一些大自然 那另外可能就是说 我不知道有在以前带我去过北投 有参加过那个割道体验营 在北投哦 以前那谁想过北投有种田的 以前我在台北市里面 我想哇竟然有钱 那这个大概就是上大学之前 可能跟农业可能勉强站到边的事情吧 上大学我念中兴大学的农艺系 我也不是考进去的 我是申请的时候 然后那个申请的那个学校厚厚一本 在那边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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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哪一个条件最简单 最容易进去的 我就翻翻翻就看到那个中兴大学 就看到农艺系 就去试试看了 我大意上也不认真被当了三科 连主科都被当掉了 天哪 很有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块田 然后还在地下道的上面 那个车型地下道的上面 我知道那里 对 学校里面一分地的田 每个人分一小块 大概可能不到一瓶吧 每个人分一块 然后一分一个座物去 就是实习 你中什么 我中 树豆 树豆 树豆是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座物 我就中了六颗 我长得超大的 那一次收成超好的 老实说你中的真好 那时候我发现 好像中东西或者是跟大地接触这个 蛮有趣的 就是后来又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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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师毕也就觉得 诶不错不错念念念念这个领域很有趣 那农业系是属于自然科学 那我就想 我既然在农业的话 我可能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方面都要有接触 研究所我去念的 一样是中心大学农村规划研究所 但是很有趣 我进去的时候换了一个名字 第二年的时候换了一个名字 毕业的时候又换了一个名字 现在叫什么名字 呃现在叫做景观学程 然后最有趣的是我拿管理硕士 可是我连一门管理的课都没学过 呃就是在给学校一点建议 是不是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那个跟也没什么关系 我一直有学到我要学的东西 我跟我的老板有学到了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你的老板 那老师那时候很年轻 你今年33岁推算大学也没几岁 什么叫做那时候很年轻 老师现在瞬间老很多吗 没有没有老师现在也很年轻 所以在中兴大学的农艺系 然后再来研究所 整个结束之后 已经就是很笃定的决定要重农就是了 当时其实没有说特别想说 一定要要做些什么 只是想说我就待在农业界 因为当时说起来我们像农艺系本身 很多学长姐在公职界 就是农委会辖下各单位 基本上就是随处可见啦 等于就是大学毕业之后 去公家单位的农业部门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那当时我想也不一定啦 就是随缘吧 就说为什么会决定创业了 而就是创了一个绿草有机农场 有机农场耶 这也是很大的挑战啦 有机其实学生时代的时候是有接触到的 当时我们有一门课叫做有机农场经营管理食物 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老师是 陈世雄老师他开的课 我们是觉得那个好像挺有趣的 然后我们就就 因为选修课啦也不是所有人都去上 就刚好有去选这门课 那他那当然就讲了很多 他以前的怎么怎么进行操作这些有机 很完整的介绍他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做法 然后他有给我们一个作业 就是说要去找一个有机农场去访谈 访谈那个常主或者是拥有者 他是怎么做的 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就去 我也忘了实际上是哪里 就是可能台中一个山上吧 也不算有机农场 其实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一个寺庙 有在做就是可能庙宫有在做这个有机的 我们去访谈他 后来那个老师就 陈老师就觉得我们这个作业做得很不错 给我们蛮高的分数 然后就觉得这算是第一个启蒙点 真正踏入这个行业的启蒙老师 那个主恩造桥有机农场的郑聪祥 哦主恩造桥有机农场也听过了听过 那是苗栗造桥 对但是很有名的 郑哥很有名 在这个苗栗有机街 我看全国应该都有一些名声的 当时就去他那边实习 也是做了几个月吧 然后后来就出来就自己选了一块地就开始走 所以也就是跟苗栗的缘分是因为这样子 其实会选苗栗也是一些想法 想了很久 因为几年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花东才是重有机的好地方 因为我爸他是做银行业态的 他对于这些事情他考虑的面向比较多 然后当时郑哥又在苗栗嘛 然后我就想苗栗 北离台北不远 南边离台中也近 就算是南北都方便的地方 然后刚好在中间 然后开发程度比较没那么好 就是3D多嘛 找找就发现那里是从事有机的好地方 然后后来就也找到了一块跟心目中蛮符合的一个地 就在那边定下来了 是买地吗 买地创业吗 还是租地 当时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就就想要买块地 然后我们一看要找房子嘛 总不可能说买这块地 结果租在不好的哪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到地上面 那个要卖的那个地的上面的村子 然后我们就想说在村子里面找个房子吧 那边开开开 刚好有一个老先生那边打蝴蝶 就打那个纹白蝶 他自己吃重点菜 在那边打纹白蝶 然后我们开过去 就想说他唯一看到一个人嘛 不然回来问他一下好了 因为客家庄那个地方小 他对于外来的人 他们会很敏感 就是说这个人没看过 那这人来干什么 他就问我们说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就说我们又来买地中东西 要找个房子 他说你们要买地 不要不要不要我地租你 然后他就在我们从旁边一条路进去 然后就看到他本人的地 刚好在一个山凹里面 是在我们想要买的那块地的上面 所以我们从底下那边是看不到上面的 然后他跟主要道路旁边又是竹林 全部挡住了 所以 所以就要隔离 对 他等于是三层嘛 主要道路在第三层 然后那个那块地在第二层 然后我们要买的那块地在第一层 所以就像阶梯下来都 他说彼此都看不到 他说这个山凹里面地很多 我这地我租给你好了 你不要买 然后看了 欸真的很棒欸 修根二十几年的地了 这缘分真的是 对对对 他主要担心他要跟他那个我公公说 哎呀年轻人也不晓得他做多久 万一他做了一两年 他不想做他跑了怎么办 你不要给他买地啊 先给他租啊 嗯哼哼哼哼 也有道理 对当时其实根本就不了解这个运作模式啊 就只是很天真的说 啊来买块地种田吧 就还好遇到这个 不然就买下去了 不然就要砸更多是不是 对 说实在的 我大概有看到 嗯你的有机农场的报道 这个温网是这些 要一开始投入的这些成本 很高啊 爸爸妈妈感觉很支持你是没有错 可以帮忙你多想一点 多规划一点 但你自己的这样子的创业 其实是冒着蛮大风险的 现在想起来是吧 呃对 当时能够做这些事 也大概就是有个好父母 嗯 就是他们愿意支持一些在这个行业上面 老实讲 之前郑哥他就有说了 他因为他从事过很多行业 他就说农业其实是他 从事过这么多行业里面以来 最花钱的一个行业 哇 嗯对 因为说起来 即使是开工厂 你买了机器 你有input就有output啊 嗯哼 就是你只要原料丢进去 东西就生产出来了 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但是农场 这东西 你开下去 开下去没错 但是你种下去的东西 不一定是 你能够收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个就是农业跟其他行业 最大的区别 当时其实根本就不了解 这些也没有让你觉得退却哦 年轻气盛嘛 趁着那一股气盛 就给他创业 跟结婚一样要有冲动的 哈哈哈哈 今天要带入另外一个冲动的主题吗 还没有啦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绿草有机农场 那地点是在苗栗县 铜锣乡 新龙村 是农场的地址还是住家 是那个三合院的地址 哦三合院 是有时候可以 啪切到晒稻谷的地方是吗 对 它那个是当地彭信家族的主宅 是 那他们 我租的那块田 大部分都是彭家兄弟的 那他们 有的住台北 有的住当地 那就是附近几乎都是 他们的兄弟 大部分的人都不在那里 所以三合院其实是空的 那刚好有一边有一条龙是没人住的 就刚好就在那边定居下来 这样因为一个人嘛 所以对住宿条件也不是很要求啊 那就方子就把它整理整理 就住进去了啊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个画面 就是你是一个外来人 那么传统的老农村 然后你一个长得高大的一个年轻人来 说要种田 然后就租了田 就一个人就住进去 一住就好几年就真的就在那边种田 你让我想起了日本有一个节目 已经长达十年的一个节目 叫自己自足一人农业 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过 有看过这个 有看过 他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长时间记录自己 他其实也是这个节目的导播 就长时间记录自己 从城市搬到了 日本的磁城长路大工乡下 然后开始一人自给自足的农业的生活 一个人种这个 种那个 然后学做这个 学做那个 以自然的农法 种有基数果 走的就这条路 现在目前听起来跟一人还是一个人 还没结婚的时候的试验筒 还蛮像的 我觉得 没有他这么厉害啦 就是 什么意思 人家毕竟还是多彩多艺 我就是一个 也没什么 生活没什么趣味的人 你别这么说 你的绿草有机农场 种很多东西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农场好不好 我农场里面 现在现阶段来讲 最主要的产品就是月光米 是跟日本一样的月光米 不是台湾后来改良的台湾月光米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 因为种植的天数不一样 就是台湾后来改良的台湾16号 那些都是 也是一百多天的 那日本的月光米是 生产日期只有90天的 短一点 对 它时间很短 你觉得优势是什么 是跟口感啊 售价什么这些有关系吗 我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懂 我就当地育苗场 药苗场有什么 我就种什么 那到后来种了几次之后 因为苗栗改良场里面 有一个大学节 它就是农系的大学节 它就是做稻米专场 那我们因为进来之后 就当然跟当地的改良场也接触 然后我就问它说 一些稻米的相关问题 然后后来某一次 在种稻的时候 我就在一块小小的田里面 种了三十几个品种的稻子 我就 因为我想试 哪一个品种最好吃 目的是要最好吃 对 当时也有月光的苗 我就弄了之后就觉得 它最好吃 其实选月光有一个 在现在看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我想闪台风 因为苗栗算是东北风的最尾巴 如果很不幸的台风是西北台 它刚好会从霍龙溪 强风就这样灌进来 那个收成如果是到七月中才收的话 可能就没忘了 那我选月光 它久 虽然说它九十天收成 但是我从来没有九十足天才收的 大部分都是八十几天就收了 我甚至有七十几天就收的 就是我是当地最晚才样的 可是我都是当地第一个收割的 但是不能避那个麻雀 避开了台风避不了麻雀 有一好没两好 麻雀到哪里都不能避的 它是第一批成熟的 就先吃是不是 对 因为当时我那个是 可能五月底就开始 那个骨子就开始入江了 那个时候是米最好吃的时候 还没有变成米的状态的时候 是鸟类最喜欢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时间一到 几百日马雀就在田边飞来飞去 看了就 我们不忍心想象那个画面 没事 老实讲 它也吃不了多少啦 就给它吃 那有机里面就是说 天气选完生下的才能这样想就好了 是 乐观的个性也是 从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这一点他是 为什么能支持他走七年 我觉得这个乐观的 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有超乎你能够理解的乐观吗 先生的乐观 对 经常超乎我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可以 没事 你意思是说 这明明已经危及了我们的生存了 你还乐观 有没有到这么严重 没有到这么严重 但是有好几次都会觉得 我都跟他说 你要不要出去找一个工作 兼职一下 家里有一个负责 稍微往坏处想一点也好啦 有时候会稍微提醒你一下 是不是要稍微踩刹车之类的 就是你要往前冲 然后太太会告诉你 缓缓缓缓缓 会啊 常常发生啊 这个发生还不只是说 农业的这个做的收入论 还有一个就是 艳童的性格的问题 他的性格是喜欢做很多 可是呢 后面的管你的时候 因为一个人 他没办法管那么多 所以做到后面的时候 就是看中了很多东西 一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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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好像收成并没有很多 因为都没有管好 所以他经常想要 要中什么的时候 我就要首先给他说 我说你管得了吗 你要先确定可以管 你才中哦 所以月光米总共中面积多大 因为我还有 我一起做的时候 有帮邻居代管 一块田 三七五捡猪的田 然后我一起做 大概月光米 大概就是一甲一 一甲二左右 但它是一年一期吗 还是两期 它一年两期 但是我在今年的插秧之后 我有个想法 我想要试试看能不能中三次 毕竟时间那么短 时间那么短 我今年就想要 弄一小块来尝试 第三期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成功 如果有机会成功的话 那前两期做基本上没有问题 只要第三期能够成功 就有中三期的机会 不过那个可能也就是想想 也不一定能够付诸实行 毕竟一块田 要剥它三次皮 真的不是很OK 是 该休息也是让它休息 对 理论上可行 但是实际上可能 就想试试就对了 就只想试试而已 也想知道 你在一开始 确定就是创业 绿草有机农场 你设定了目标吗 其实设定目标 是我最不会做的事情 设定目标这件事情 我爸妈最厉害了 毕竟他们在银行工作 三四十年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 必须要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因为 没有遗传到他们这些 所以就去做了 全家人都很意外的农业去了 但他们应该会逼着你设定目标 对 常常逼着我设定目标 但是很多时候都打不到 因为那是逼的 不是自己发自内心的 所以常常达不到 但对于你就是想种田了 就是想务农了 或许还是有一个 所谓的理想 它也可能就是所谓的目标 那那是什么 在你现在就是一个 颇具规模的有机农场来看 其实我就是一个不太会设定目标人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现况吧 虽然说还没有达到那种 完全自给自主的目标 大概就是这样了 因为务农很多时候 大家都说吃不饱饿不死 你没有有太大的成就 但是你就是基本上就是平淡过一生 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 云云你有没有后悔这一段火焰 平淡过一生 吃不饱饿不死 也不会啦 这些话会不会太重了一点 先生 饿不死这件事情是绝对办得到的 因为 种那么好吃的米 你看现在大家都要去屯粮了 我就 我有个冰柜 我就把米存起来 基本上就不会饿死了 我也不用去给人家抢米 而且 你的温网室里面 还有小番茄 小黄瓜 叶菜类那么多 你的这些 轮座的一些耕作 也是 一个家庭 一个小家庭的 自己自主 食物方面或许是不成问题吧 当然 但是 后来发现这些东西 就跟我老婆讲 你这个 种下之前得先想一想 后来我就发现 这些东西 真的 很好工 以我一个人 在那边做 其实是不现实的 后来我们现在 温网室里面种的东西 因为我老婆是四川人 她来之后就做一些 四川的酱料那些的 所以我的温室里面 其实现在很多是 种辣椒给她做酱的 那很棒啊 这很受欢迎啊 果然老婆 种的东西 比较有远见一点了 有可以设定目标 就自己的辣椒 不同的品种的辣椒 去做老婆她要做的东西 好 所以也这个辣椒的品牌 等于农产加工品 也一样是用绿草有机农场 这样子去行销吗 还是老婆想要自创品牌呢 老婆她有自己的品牌 那我只是在 在这个最大的原料上面 支持她 哦是 因为之前我们有 在进口 就是贸易商那边买过 进口的辣椒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是 四川原味 那后来检验之后 那个辣椒是用农药的 农药产流 因为毕竟我们不晓得 对方是辣椒的稳定来源 是什么样的做法 那后来发现之后 既然我种有机的 你救过你的辣椒有农药 那自己来好了 所以就种了 跟四川一样品种的辣椒 然后还有一些 台湾本地的品种 我们在不同的辣度 现在其实来试验啦 就是选了几只跟那个 就是觉得比较像像的 跟四川比较像像的辣椒 然后在我们农场种 最好笑的是 我老婆四川的 可是她不吃辣 她觉得我辣椒的 种的太辣了 没有这一批真的很辣 不是我说辣 你们 你在这样说真的 就吸引到很多 爱吃辣的人 他们就是喜欢 要真的要辣啊 很好笑 那个辣椒的品种 就叫真辣 珍珠的真辣 珍珠的真 她就真辣 我现在整个那个 唾液线一直在分泌 真的 我们直接服务听众 如果想要买到真辣 这样这么棒的 又是有机的辣椒酱 是在苗栗 对不对 对 好告诉我们 你平常会在哪里出没 苗栗 对苗栗 我有一个那个FB啦 就是叫云和厨房 云和厨房 对 然后白云的云 和苗的和 就是我跟我女儿的名字 的一个字啦 然后就是云和厨房 他就专门做四川的 云云家的那个四川 就是麻辣调味料这样 目前有三个产品 红油 辣酱跟麻辣锅的锅底 也在出臭豆腐 就自己发酵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 深藤椒臭豆腐 我目前那个农民食堂 开饭了 我自己已经饿到不行了 欢迎你来苗栗池 在平常假日 云云你也会在苗栗很有名的 九四友善小铺 川龙街村 这个地方 会在这边当店长 大家要是假日 到苗栗公馆去玩的话 应该就是 这里应该是要指定地点 要直接来这里找你 所以在苗栗公馆这个地方 九四友善小铺 它是一个诉求 无包装在地的农产合作社 这个理念非常好 那等于是在这边也就可以买到除了绿草有机农场的作物 对还有当地青农的 公馆 铜螺的青农的农产品 因为有四十位啦 四十位农友 都是做在苗栗做友善跟做的 哇很棒 很多啊 四十位听起来 在艳筒你当年一个人去那里 然后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到现在 那个心情有没有很大差别 当时真的很无聊 所以就只有跟一只狗讲话 不然就是跟田底的蔬菜讲话 一天有时候讲不到几句话 或者是碰到的就是那几个人 一个礼拜下来就是那几个人 就没有见过其他人 现在的生活呢 从一个人的农业变成一对夫妻的农业 跟我们说一下你们那个分工啦 然后生活通常怎么安排 说真的啦 一个一双手跟一对手 那个做起来真的差很 很多时候在田里面拔草的时候 一个人你只能听YouTuber 就是犯歌嘛 那一对一就是有老婆之后 一起下去除草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跟老婆斗嘴 跟老婆斗嘴的时候 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然后就是 云云现在一直在翻白眼 等一下我们再问看看为什么 这样拔草拔特别快 对因为像我岳父岳母 如果有来台湾的话 他们因为以前 就他们比较勤劳 就会看到我农场草那么多 他们就看不过去 想要过去拔草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起去的 拔草大队就靠岳父岳母 这讲起来真的很没道德 对对对就没礼貌 真的是 真的是这次他们把那个几年积累到草都拔掉了 哇爸爸妈妈来贡献这么大 对 因为他们来其实没有平常没有什么事情做 他第一个语言不通啊 第二个就是老实讲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 等一下他们出去走走 这其实是很不好意思 那就到田里面协助一下 有没有可能四个月做完的事情 两个月就把它搞定了 哇 有一根草在那边他都要把它弄掉 他们是斩草除根的哦 就撑得比较久啦 对对 在苗栗长大的小孩 当然我们很本能就觉得其实还是幸福的 就在那一个环境嘛是不是 然后你们因为务农的关系也都可以常常陪伴 然后他从小就跟土地接触 这或许在你们两个原本也就喜欢植物 喜欢自然的情况下 那是一个对小孩也是很棒的环境 对我的小孩是 就是像我爸说的就是土鸡跟饲料鸡的差别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小孩就是长到结实 我们小孩就是很健康结实 很健康 女生但是很健康结实 很棒啊 所以你们是饲料鸡 你的孩子是土鸡的意思吗 呃 可以这样说啦 我比喻上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对你是饲料鸡养大的 但是我现在从饲料鸡变半土鸡 因为他有很多改不了的习惯 例如 例如吃喜欢吃 吃珍珠奶茶 喝可乐 然后还有吃麦当劳 我们真的很高兴 夫妻党上节目 就是可以这样互相吐槽 农业知识小百科 米烤了没 你知道饲料鸡与土鸡的差别吗 5 4 3 2 1 请解答 饲料鸡 第一叫做肉鸡 被关在鸡舍 没有活动空间 透过喂养饲料长大的鸡 爪子比放养的鸡尖锐 而且容易折断 脚上没有老茧 皮肤光滑细嫩 相对比较白 土鸡 代理说陶鸡啊 是指在大自然生长 吃树林间的虫和草 喝山泉或露水 活动范围较广 平时运动量也大 所以鸡的脚比较瘦 没有肉 但很结实 经常使用爪子刨石 所以脚上的皮肤 常常磨出老茧来 嘴巴也比较尖锐 而且有光泽 代理说的陶鸡啊 就是指天生活泼好动 在田野间成长的健康小孩 以前我爸就说 你种有机 可是你从来都不吃有机 以前啊 在还没结婚之前 这是蛮尖锐的一句话哦 那这句话对你来讲 有什么思考吗 不会啊 就是 我就是吃垃圾食物 还没有思考到那一步 我觉得那确实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啦 但选择种有机 其实在你真正选择的 那个企图来讲 是以它的市场考量居多 还是以其他的环境意识的事情 其实我相信还是以 跟土地的连结上 那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 当然就是有学这些 有机农业跟传统农业的差别 这些之类的 那当时那个陈世雄老师也都说了很多 关于土地议题的部分 那我就对生产 农业生产来讲 土地是才是最重要的 以前都说有土私有财嘛 你把土地照顾好了 他才长东西给你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从事有机农业 他对土地的照顾 就是有机农业四大原则 你们就是有关怀 那不只是说关怀人 也关怀土地 那对于我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启发这样 但真正去做了 是需要那么多的人力的投入 当然就是做了才知道 头洗下去之后才知道 原来头这么难洗 这是理想跟现实的最大的差别 难洗还是得洗 还是说想要换个方式洗的 没有 洗下去就是把它洗完 虽然过程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毕竟这个没有绝对的 当然有老婆在旁边 或者是有家里人在旁边支持 那就是能够走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所以绿草有机农场 这个名字是怎么决定的 因为我希望我的农场跟绿草一样 很坚韧的存在 结果后来发现草真的很多 不会啊 这个名字看起来 听起来都觉得很有生命力啊 对就是生命力太强了 郭沃沈亿跟我说过 他说我们当时看到 艳童取的这个名字 绿草有机农场 他就觉得大事不妙 我当时头就有点懵 难道你的农场只种草吗 大事不妙 我相信大家节目听到这里 对于这个农场的名字 更有记忆点了 记忆更深刻了 两位哦 其实云云是四川人 但对于农业的那种关怀啦 这方面的兴趣也是 从在中国的时候也就都有埋下 所以也才促成了跟艳童的这段缘分 对台湾你们所了解到的 目前的农业的环境这些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 我们不要讲目标 不是一定要定目标 但对于自己能够做的期许 或者是对于整个大环境 有什么期许 其实我觉得在我来台湾之前 其实我对台湾的就是有机农业 比如说我们说生态农业吧 就是不用化肥农药这样子的 对友善环境比较好 这样农业的方式我是很认同的 而且我是觉得台湾是在 华人地区是做的最好的 我接触到的台湾的很多大众 其实他们对友善农业这种方式 大部分人都是很认同的 不管是出于健康还是出于环境 他们都会有这方面的认同感 不仅仅是为自己想要吃到好的东西啦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上升到 要对整个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去的 然后所以这个大环境来说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现在这种大环境 从消费者来说还是是在华人地区 还是是很好的 但是呢对于从事农业本身来讲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农业 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投入很大的 而且它也不仅是需要你的热情 然后它更多的 而且农业是一个很中和的 你做的时候不是代表你喜欢做 你会做农 你就可以把它做好 它是一个涉及 就是你要自己种 然后你要自己卖 你还要管理 我觉得这对青年人来说 考验是很大的 所以我自己一下跳下去 这四年多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其实对于我自己的那种张力很大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要挑战 自己过往的一些习惯 甚至是自己的性格 比如说我其实 虽然我很喜欢跟别人面对面这种交流 但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会去用 就是网路去行销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对自我的这种挑战就很大 那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而且做农 它其实跟你在企业里面做工作 又不完全又不一样 因为企业它其实是有一套 已经很完整的方法 可以让你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你进去之后 其实有人可以带你 有制度可以约束你 但是做农 它是一个完全要靠自己 自我约束的一个 自我管理的一个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还是要跟自己的一些偷懒 一些难散的去做斗争 所以我觉得要说对大家的一些建议 就是希望如果是真正想要 从事这个行业的青年人 然后可能更多的 不是在农法上面去准备 而更多的是在你的心里 跟你就是自己的一些技能上 综合一些方面去准备 所以只要准备够了 可以投入就去试了之后 会得到什么甜美的果实 这也可以诱惑大家一下吗 当然这个 当然就是一种农业 是一种跟你做其他行业 不太一样的事 因为我觉得人天生吧 不管是你是任何人 你对天生 你对自然 然后你对土地 你对天空 其实都有莫名的那种 就是亲近感 所以我觉得你在里面 肯定会得到 就是心灵上的那种 那种满足 当然你也可以收获健康的 吃的东西 这个是很直接的 会反馈在你的身体上 跟你家人的身体上 这些方面是 是很有直接的那种诱惑力的 而且这个是可以 你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你不会有 不会涉及到像你做 什么其他工作 你可能会退休 但是这个没有 就是你可以做一辈子 然后跟他很好的 去相处的一个 是工作 但是更是生活 是 一开始如果说是事业 可是他其实说穿的最后 就是融在自己生活里面 对对对对 他就是可以把事业跟生活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 而且是还包括自己的健康 是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绿草有机农场的发言人 是凤云云小姐 没有啦 这是我开玩笑的头衔 是太太都这么说了 那这个先生呢 就是试验彤 你这几年的经验下来 有些什么感受 其实我对自己的曲续就很简单 就是能够把它种好 把它关好 把它卖掉 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期许 这个很大的期许 那对于社会上 其实我觉得大家消费者 有时候都还是低估了农产品的价值 它现在所呈现的价值 其实是远低于它本身应该有的 台湾农业很厉害 可是似乎就是 农民跟消费者中间的连结性 总是很低 消费者想要便宜的农产品 可是农民想要就是合理的价格把它卖掉 但是中间好像一直都找不到平衡点 当然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农业实际也越来越重视 很多新的青年人投入之后 像在农业这个区块应该也许会有一些改变吧 因为普通的世代去诠释这事情的话 应该会更进步一些的 有机会大家不妨可以到苗栗找绿草有机农场的主人们聊聊天 就是你们有对外开放吗 我们其实是生产型的农场 因为我们因为在山凹里面就是离道路有点距离 所以设施其实不是很完善 那当然换大家来看 就是参观 直接来这里买菜 直接来这里买菜 可能大家觉得有点远 到9493小谷去好了 那里有我们那边清农跟新农的产品 那在那边消费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更大的支持 是是 还有想吃麻辣料理的话可以来找我 对云合厨房 对 我们记下来了 好 而且这个辣椒就来自绿草有机农场里面 自己生产 然后自己制造 这真的就是一条龙服务嘛 辣到底 很辣的辣椒 真辣辣椒 今天很高兴谢谢你们来 那农场的事情很忙 小孩子那么小要照顾 然后你们还愿意拨这个空 来到这边跟我们聊聊天 真的很开心 希望大家有机会听了你们的故事以后 多一些想象 就是务农的想象 或者是务农的青农 婚姻的想象 就是农业农村的一些乐趣所在吧 就是对于这个乐趣所在可能跟都市的乐 就是想象的那个乐趣是不太一样的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乐趣的 这个就是想要进入这行业的人才体会得到的 像现在防疫期间 我们在农村生活就是最佳的自我防疫隔离 对不对 我们那天 我们昨天还在说 要是隔离的话 希望我们家完全一个月不用出去 因为我们前后院都有种一些吃的 然后就可以 自己种点菜 然后冰库里面有米 然后那天我去囤了30只小鸡 连囤的都是那个 它囤的是活的 最佳防疫就是待在农村 就是往农村生活 谢谢两位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收听 别忘了农民食堂开饭了 在气垫节目结束后 马上就可以透过网路听重播 而且可以分享给更多人一起收听 记得关键字 米米之音 稻米的米 米米之音 就可以找到了 祝农友们都能工作顺心 大家生活平安健康 下周一晚上6点 再见咯 拜拜